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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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八字赛里佛节目 我们很久没有见到我蔡老师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八字中的玄学知识给大家 今天是2023年8月31日正值台风之中 继续为大家献上一个玄学的节目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请做齐留言 赞好和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对频道的成长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会看到有主播专业的链接 按进去的时候会看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 和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是一个知识共享的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今天有个八字要讲一下 这些很小一点 那里面 那有些人留言说要断下视 我这些还在一个电视那里面 那么电视有一个 очень有趣的八字 还有一个梦生 帖文学 帖文学 别人想说要站这些 feet 跟住 請你幫我吃 謝謝 賣的 賣的很好吃 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的这些八字 很难得 很难得 好了 那我们就看完了 这个八字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有一次教男女命班 你知道我初中高 接着就讲男女命 女命有很多问题 是不是 那一堂就讲离婚命 离婚命 交完了 有个学生就说 师傅 我这个朋友在这个运离婚 怎么看啊 那怎么看呢 其实很简单 那当然其他同学发表一下意见 那这个发表的意见一定是讲什么 食伤重孤单 食伤重就不利女命 是的 通常都是这样 没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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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劫头 是吧 是 那种类型 讲完讲白 但其实问人家 人家是想说 怎样断她离婚 是吧 没有人断 只是在那里说 刚才那些东西 那我说 我来啦 那我说 那我们先要看一条命 当然了 她已经告诉你 她是离婚命 嗯 那 那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我们事实 那都要看回这条命 是不是很确定这件事 嗯 第一 有一个我惯常用的就是 就是夫妻公福人 嗯 都是很准确的 是的 夫妻公福人 就是说 你的伴侣 多了一个 嗯 那是不是 就是说 你一定会重复婚姻 嗯 这个是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事 都很准确的事 就是 夫妻公福人 嗯 就通常 我们批命这么久 就是 一看到都 通常都有一段 真挚的爱情 放在那里 你又没有珍惜到 跟着 是 分了 跟你结婚那个 如果你没有支持 你跟你结婚那个 又一定分的 是的 那是危险的 好了 第二 那你可以用回我们说的那些 另外是逆马 嗯 逆马就是不近身 嗯 那你看看夫妻公的逆马 多到 多到 就是说 整天不在家 嗯 那这个又是一个 危机点 危机点 其实是桃花 嗯 很容易看 这个就是桃花 嗯 是金的桃花 嗯 很重桃花 好了 那被劫头 是不是 也是一个 原因 那 食伤多 那 其实 又不可以说食伤多 所以吃伤多 都没什么 没错 就是这个 涉及到祝容神 就没有了 食伤多就回来 那又没得这么说 好了 那我们基本上看完之后 这个运 那我怎么断呢 哇 厉害了 那我说 哇 这个运呢 走这个运呢 这个太太的老公呢 就富耀直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哇 她老公就在这个运富耀直上 那呢 是因为有钱了 那呢 就在公司 和那些下属 秘书那些交了一堆 那这样 那然后呢 那当然后来就走了 因为很明显的 这个又是充益嘛 嗯 接着说完之后 那我在这儿 即长短的 接着我就问 对啊 对啊 接着那个学生呢 就说 嗯 就是这样了 那其他人当然发疯了 喂 怎么看啊 那我们怎么看呢 我今天就教一下 就是分享一下 那大家参考一下 首先呢 我们看看 那我们惯常 因为如果这个八字是没有观星 没有观察 就直接可以用呼功去断 嗯 那现在呼功呢 就是金 嗯 金 那好了 我们看看 金金这个状态 金金呢 夏天要什么 水 是的 群金铲夏妙用元寶 是吧 好了 在原局 没有贵花火之五 也是火 那就是原局这个人 和他结婚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入水运嘛 嗯 那也是辛苦的嘛 就是职员仔 嗯 但是很明显 一走这次运 是吧 那里面迅迅走的 第一次进水运 上运迅 淫室 都是沒什麼料到的 但是貴害就不同了 群金產下妙用玄武 這個就是妙用玄武啦 水嘛 換句話說 這個金在他這個太太的行這個財運呢 就行好運哦 是不是 所以他就扶搖直上 好了 這個運 自害充 是不是充金的譯碼 嗯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官殺來的嘛 那就是對他好嘛 那就是扶搖直上 就是食神制殺 逆馬就是動動嘛 逆馬動動 那他就升職 因為這個是好運嘛 你可以這樣去斷 升職 升職 然後這個逆馬又帶財 衝去逆馬這個是財星 食商又生財 他又吃得起 那就是賺到錢 舒服了 舒服了 那就飽亂私淫慾 這個是他的離婚的八字嘛 那自然就可以想了 這個運是不是金的食商 那就是下屬了 那個財星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可以這樣去斷 那接下來 另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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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得太過 亦都是代表 因為他是比劫來的 這個比劫代表他要和人分享一些東西 這個是原局的 天干的顯示 後來當然了 自害聰也是代表他枯公的翼馬 是動了 代表他離開家 終於離婚了 那當然了 你可以說 女士如果離開婚就會問 我下一段是怎樣的 又會問的 那有沒有下一段 你要確定這個新是不是第一段 如果這個新是第一段 就有下一段 有機會了 因為他始終是扶寧 兩個 但是如果這個不是第一個 可能是第二個 那現在他老公是這個 就很難了 不過我常常看到很多扶寧 通常呢 因為可能也是現代社會的風俗文化的問題 很多時候他第二段都有男朋友 但是可能就沒有結了 就只是同居 那這個也是這些像 自身合 自身合 因為他散了 他可能會做了兒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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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又不介意的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八字是用來教這一隻 是頗順眼去看的 是吧 這些八字就是 是吧 那當然啦 後面那個運 鴿子運 走多一個運鴿子 制殺泰國 那就是制殺泰國 遇不上自己喜歡的姻緣 或者遇上那些爛桃花 又或者他很喜歡這個 但是被他黑死 是吧 是吧 是 是 因為現在這個運氣是黑敷的 沒錯 這個是黑敷的運氣 所以有些事情 複銳鵝所以 他老公走了就不用死了 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他老公不走 就可能對老公死的 是 是 對不對 挺特別的 所以有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批 批這些八字會離意 就不算很難 但是有時候我常常覺得 怎樣跟客人去交代 即他未來之前 現在來了不怕跟他說 如果他剛結婚不久就來批命 跟他說這些問題才會有困難 那我分享一下 以前剛剛出來做 我想你也知道剛剛出來 你也試過很兇狠的一批東西 是啊 初學三年的時候 是啊 很兇狠 沒錯 這樣多多出來的時候都很兇狠 兇狠那時候 所以現在變成我現在不想再批 你說研究沒有問題 你叫我跟別人去批 有些壓力 真的有壓力 你輕輕地說 別人就覺得很不準 哈哈 我試過有一個可以分享一下 有一個 有一個女人剛剛 戴著肚子 不是她剛剛 剛剛有人 看不出那隻 嗯嗯 我說不知道 那就批了 那又是這隻命來的 嗯嗯嗯 我說喂 你叫婚沒有 叫婚 我說小心點 我們就離婚 就是經濟獨立 然後說 我現在有錯 糟糕了 怎麼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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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叫吵架而已 沒什麼意思 那你鬥不了 鬥不了 我說了出來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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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了 那 那 兩三年後 那這個女士 就找 因為她是我 學生 那你就介紹了她來看 嗯 那兩三年後 她就找你 就告訴我 你有婚了 嗯 那跟蔡師傅說一聲 嗯 很厲害 哈哈哈哈 都不知道看不開心 真的不知道看不開心 是 那我 我直接去找她 我說 怎麼 怎樣 怎樣 什麼情況 我都想了解一下 那 問回 那她老公就駕駛的士 嗯 嗯 那 那 我因為我講了她聽入意 那 那她經常都 疑神疑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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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呢有時候 拿去夜更 那 那老公上夜更 那麼回來睡覺 那 那 整完一些早餐 那些小朋友 那 那那老公就睡覺了 那 那 就拿了她老公把八大套 嗯 查看她 就是了 下去地铁就一嘟 落马州什么黄框口岸那些 黄马市就是要嘟的 你看得到的嘛 那你告诉她你生了夜间的嘛 是 是 是 那你怎么去了黄框 是 对吧 怎么去那里呢 是 那她回来就这样爆了 是 就离婚了 那她老公就做这些事情啦 如果我不说的 可能这个很快乐 很快乐的少傅 是很快乐的嘛 那我就是 就是大家做这一行都知道 就是很难 很两难的 是啊 真的是有点两难 看到说不说 是啊 坐在那那个 什么都说的 我撑得住的 哇 你不过去 每个都这么说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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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就 不说又收了钱 不说又好像不行 是不是 那你 有一次是试过 有一个有钱人 就 就是 擺到明 烂滚到飞起的了 他那只马仔是跟我学的 那他老板就滚到飞起 接着他老婆 就是那个有钱人的老婆来找我看 那个学生就应该说 不要爆勇啊 师傅 就是我知道你胸狠 就是不要啊 那我就说好啊 踢了脚 是啊 那他老婆说 我老公烂滚了 我应该逢长作兴就有的 但是 都不会离婚的 不会包二娜的 噢 噢 噢 然后 那之后当然是包二娜 然后就打电话骂我 你也不准的 是啊 我们很难做人的 喂大哥 我还没批命 我已经知道他滚到飞起了 那大哥我怎么说 对不对 那又要硬吃 就是很麻烦的 批感情这部分是最麻烦的 要不就批一些生关死劫 如果你看到他 都一直有行运行的 走到七十多岁 才看到有些比较明显的关口 那你也不怕直接说 都七十多了 但是有时你真的 你真的有机会看到 这四十多岁出现关口 那你怎么表达这件事情呢 就是你说 这个狗死一生 哇 那他可能由三十岁开始 就怕到四十多岁 又会是这样 那你跟他轻描淡舍 就描过 有些意外受伤 他又觉得 你说到这么轻描淡舍 最后我断手断脚 那你又不准了 是啊 真的会是这样 我们稍后吃饭 才再来 哈哈哈哈 为什么要跟他说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下一次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都是冒失日的东西 好了 嗯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请做齐留言 赞好 和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 对频道的成长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 会看到有主播专业的链接 按进去的时候 会看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 和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是一个 知识共享的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